我今天所讲的主题是做美事在神身上 我们看两个例子 就是这个女人怎样做美事在耶稣身上 还有大卫怎样做美事在神的圣殿 她有这个心 神就大大的祝福她们 因为她们有这个心要做美好的事在神的身上 所以我们也学习有这个心态 就是很想很想做美事在神的身上 神必定喜悦的 好了首先是这个女人用相告告耶稣 然后耶稣说无论福音传到那里 都要传说这女人所说的做个纪念 这个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这个女人是普通的女人 这个不是马大的妹妹玛利亚 因为玛利亚是在 逾越节前六天的时候告耶稣的 这个女人是在逾越节前两天 耶稣快要订十字架之前 三天因为她是逾越节之后 然后被订在十字架上的 这个女人所做的就永远蒙纪念 我们就说神啊我们都愿意这样 我们都愿意做的 是你所喜悦的 我们就永远蒙神的纪念 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节 耶稣在伯大里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 有一个女人拿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 趁耶稣做洗的时候 叫在她的头上 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 说何用这样的网费呢 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 就寄穷人 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 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 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她将这香膏叫在我身上 是为我安葬做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 也要说书 这女人所做的 做个纪念 这个女人所做的是 非常美好的事情 这个极贵的香膏是非常贵重的 她是用了她所有的钱 买了这个香膏 因为她看到耶稣所做的 非常的美好 她知道她是弥赛亚 她就有这个心 神也感动她有这个心 去欣赏耶稣 她就买了这一玉瓶极贵的香膏 在他们传统也有这个情况的 就是父母为这个女人预备这个香膏 是为她结婚用的 是结婚的时候用的 但她用在耶稣身上 这个是在她来说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玉瓶香膏 但她因为看到耶稣的美善 看到耶稣怎样是神的 弥赛亚 我们的救主 耶稣所寻的神迹其实 这么奇妙 耶稣怎样恩待人 怎样祝福周围的人 他们看到耶稣 他所看到耶稣所做的事 他心里就有极大的感恩 极大的喜悦耶稣 感谢耶稣的心 他就可能 我就是想用人的想法去想 这瓶非常贵重的香膏 可以是他用来在结婚的时候用的 但他为了耶稣牺牲了这瓶 第一瓶极贵的香膏 因为他真的很看重耶稣 真的很珍惜耶稣 就做这一件美事 他所做的 他没有想到耶稣的呼应 他就是说 心里说 我要做一件好事 在耶稣身上 我真的要表达对他的爱 我真的要表达对他做这个 我能够做最美好的事情 他就在趁耶稣做喜的时候 我叫在他的头上 但这些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 为什么用这么枉费呢 这个香膏可以卖许多钱 周济重人 他们就是想到 工作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事分都是重要的 但这个女人看到 坐在耶稣身上更重要 这两个比较 一个是救济重人 帮助重人 这个是重要的 另外是坐在耶稣身上 在这里 耶稣是非常的欣赏他 因为耶稣说 他看到他们的意思 就说 为什么男围着女人呢 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你们常常有机会帮助穷人 常常都有穷人 但你们不常有耶稣 所以他为我做的 也是神感动的 可能这个女人也不知道 她所做的 就是为耶稣安葬做的 就是他两 三天之后就会定时之家 然后这个香膏的香味 就会停留在耶稣定时之家的时候 那时候这个香膏的味道 也会散发出来 这个就是这个女人所做的 这是我们比较这两件事 一件事 他这个女人用这个香膏 坐在耶稣身上 另外一件事是用这个钱去 坐记重人 哪一样重要呢 我们坐在人的身上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能够拯救灵魂 帮助人是很重要的 但这里耶稣告诉我们 坐在他身上 是更重要的 因为我们做任何事情在神的身上 神必定喜悦 神也必定回应 神也必定加我们力量 神也必定祝福 例如我们用时间亲近神 和我们侍奉神 两样都重要 哪一样比较重要呢 亲近神或者是侍奉神 如果我们但是侍奉神 如果我们用很多时间侍奉神 但很少时间亲近神的话 我们有的力量就不大 就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但如果用很多时间亲近神 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力量 然后我们的侍奉就很有力量 所以亲近神比较侍奉神更重要 侍奉神就叫我们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香气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会我们的生命就彰显神的荣耀 显出神的荣耀 显出神的美善 然后我们去侍奉的时候 果效就很大 很多人就用很多时间侵近神 就很大的经历神 我们今天在教会有一个姐妹 她的分享非常的特别 她说曾经耶稣带她走在这个天堂的 黄金路上 她走在这个黄金路上 看到这个路都是黄金 然后她后来这个路 镜头就看到这个城市 这个就可以是新耶路撒冷 神的城市 这些屋子都是散发出荣耀 非常非常的美丽 然后她也看到这个宝座 这个宝座就发出 好像天上的彩虹这样的 几种颜色 这个姐妹其实不记得 这个以西节书所说到 在这个宝座前就散发出 这个彩虹的颜色 在启示录也讲到 这个在宝座前散发出 这个彩虹的颜色 然后她告诉我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圣经已经说了 我就让她看这个经文 就说神已经说了 在宝座前都是充满荣耀的 在神的身上都去散发出 神的荣耀 神的荣美 在神的城市里面 也去散发出神的荣美 我看到她的生命 我真的觉得很奇妙 很奇妙 我感谢神 这样她放在我们中间 她多次的见到耶稣 很大的改变 她也为很多人祷告 这些人都经历神的周围 她今天为我按手 她走过来说 不许我为你祷告 我说好啊 她按手的时候 我也感受很大的能力 临到我身上 这个就是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神就祝福我们 神的同在就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就会彰显神的荣耀 我们就有神的荣美 神的荣美就临在我们身上 这个女人也是这样 她彰显 她看到耶稣的美善 她就做美事在耶稣身上 这样买这个 或者是她用她家中有的 这个极贵的宪告 留作这个婚姻将来她的婚礼用的 但现在她就用了这个宪告 告在耶稣的身上 她没有想到耶稣的呼应 是这么美丽的 耶稣说两件事情 非常的特别 她说她是为我暗藏做的 是非常的特别的 这是我要定在十字架上 是这个女人所做的 是为我暗藏做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特别 是为救主要成就这个救恩 而加上这个宪告的荣美 让耶稣在定十字架上手 散发出这个宪告的味道 第一这个女人所做的 她从来没有想到 她所做的是这么重要 然后第二件事情 耶稣说 无论在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 也要说书这女人所行的 做过纪念 这是无论在哪里传福音 都要传说这个女人所做的 做过纪念 也告诉我们神纪念 我们所做的所有的美事 特别是我们坐在耶稣的身上 我们坐在神的身上 我们做任何的美事 在神的身上 神都非常的喜悦 神就会回应 这个女人得到非常大的 神的称赞 就会说 你们在哪里传福音 都要说书这个女人所做的 做过纪念 是非常美好的 所以我鼓励我们都去想到 耶稣啊 你喜悦什么 你喜悦什么 我就坐在你身上 首先坐在耶稣身上 我们就蒙福 我们亲近神 我要将我的爱放在耶稣身上 我要全心的爱主 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不要想的是我现在在唱歌 唱诗歌 我是说我要荣耀神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是荣耀神 神这么美善 常常说书神的美善 神真美好 神创造的真美好 神在我们身上做的作为这么美好 祂拯救我们的作为 祂拯救我们的作为 祂为我们定在徐家上 我们就说神啊 你这么美好 我欣赏你 我喜悦你 我喜悦你所做的 我就非常的欣赏你 我就非常的感恩 愿神 你的 全世界人都知道你的美善 我们就很想将神的美善 传开告诉人说 神是这么美好 神是充满恩典的神 是充满美善的神 祂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美善 这是祂创造的食物 也是非常的美好 非常的美味 祂创造的废鸟 蝴蝶都是很美丽 创造的花朵都是很美丽 天堂更美丽 所以我们就说神啊 我要传扬你的作为 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可以有两个心态 一个心态是我帮助人 这个非常美好 我要帮助人认识耶稣 非常美好 但更美好的是 我们说我要荣耀神 我要让人看到神的美善 我要奖选神的荣耀 我要让人看到神是极度美好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神更喜悦 所以我鼓励我们 无论在传福音 无论在鼓励人的时候 建立人的灵命的时候 在带领小组啊 为人祷告啊 我们都是荣耀神 第一荣耀神 彰显神的荣耀 让人看到神的美善 告诉人神的美善 我希望我们整天都有这个心态 神正美好 我要让人看到神的美善 这个就是 对不起 这个就是做美事在神的身上 去荣耀祂 让祂知道 我真的很喜悦你 我真的很欣赏你 所以圣经里面说 以耶和华为乐的 神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 也要将我们提升 将我们成价在地的高处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神就非常的喜悦 因为这是我们坐在神的身上 要荣耀祂 坐在人的身上重要 但坐在神的身上更重要 其实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更荣耀神 能力更大 当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 我们去葬神 神的荣耀 你看看神创造的花朵 这么美丽 你看看神在基督徒身上 做的作为这么美丽 祂在我们分享的时候 也说祂在我身上 做的是美事 以前我们是这么软弱 有多么多罪 多么多的不好的东西 但神没有计较我们所做的不好的东西 当我们悔改的时候 祂就很愿意接纳我们 祂就将祂的恩典放在我们身上 祂就大大的祝福我们 也赐给我们平安喜乐力量 所以我们就告诉人 我以前不是这样喜乐的 我以前不是这样充满爱的 但当耶稣在我身上做工的时候 我的生命 整个生命就不同了 我整个生命就变为非常的美善 非常的美丽 就彰显神的荣耀 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是荣耀神 让人看到神的美善 神就更喜悦 多于我们但是传福音 因为有些人传福音的时候 就是但是告诉人你要悔改 你要信耶稣 悔改耶稣就赏免你 这个是真理 也是非常美好 但有些人在传福音的时候 没有彰显神的荣耀 有些时候有些人 当然是讲出这个福音 然后告诉人怎样信耶稣 没有说出神的美善 我希望你们开始 从现在开始 看的人都说神的美善 如果我们要说神的美善 必定是我们自己 是每一天都欣赏神的美善 我告诉你 我每一天都欣赏神的荣耀 神的美善 我看到什么美好的东西 我都说神你真美好 耶稣你真美好 你充满荣耀 充满美丽 充满美好的事情 在你的里面总是美善 Hallelujah Hallelujah 所以我说话的时候 都是讲说神的荣耀 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 在你们唱诗歌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去奖赏神的荣耀 你说神啊你真好 你说的话的时候 你说的话的时候 也是奖赏神的荣耀 也是说出神的美善 也是说告诉人 神就美善 神就美好 唱诗歌的时候你这样说 神啊你真美好 我要赞美你 我要爱慕你 我要永远知道你的美善 我要奖赏神的荣耀 有一首诗歌 我希望你们都 我希望你们都 记忆 都放在记忆里 很简单的诗歌 你可以跟我唱的 神真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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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真奇妙 神真奇妙 你对我 真好 神真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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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我 你对我 真好 我们就常常告诉人 神真美善 神真美丽 神真奇妙 他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极度的美好 我们就说有神真好 我们就告诉人 有神我的生命就轻松喜乐平安 神就凡事帮助我 神就赐力量给我 有神真好 我希望你也享受神的生命 因为没有神的话 你去担当你自己的重担 你背负自己的重担 每一天都在重担之下 但如果你是有神的荣耀 神的同在 神的力量就在你身上 神的美善就在你身上 神就有真善美 最完美的真善美 很多人都追求真善美 但在我神的身上 我们就看到这个真善美 而且当我们做好事在神的身上 我们荣耀祂 喜悦祂 神就喜悦 神就祝福我们 求神怜悯我们 祝福我们 帮助我们有这个怜悯 有这个欣赏神的心 爱神的心 荣耀神的心 好了 然后我们看另外一个人 做美事在神的身上 这是大卫 他立心想为神建造这个圣殿 和为圣殿预备大量的物质 他是非常的爱神 非常的喜悦神 《撒母耳记》七章二节开始 那时王对先知拿丹说 看啊 我住在圣伯墓的宫中 神的乐规返在慢字里 拿丹对王说 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 因为耶和阿与你同在 当夜 耶和阿的话临到拿丹说 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 耶和阿如此说 你岂可建造丹羽 给我记住了 十二节 你受数满足 与你列主同岁的时候 我必使你的后裔 皆是你的位 我也必鉴定他的国 然后 《撒母耳记》七章十六节 你的家和你的国 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 你的国位也必鉴定直到永远 十八节 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阿面前说 主耶和阿 主耶和阿阿 我是谁 我的家算什么 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 主耶和阿阿 主耶和阿阿 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 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永远 主耶和阿阿 主耶和阿阿 这岂是人所尝语的事吗 我们看到大卫的呼应是非常的美丽的 这个经文讲到 王大卫王 他住在仙伯墓的宫中 他就想到神的月桂 返在曼子里 他就对拉丹说 我住在这个宫中 但月桂 月桂返在曼子里 拿丹就明白他的意思 他就说 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做 因为耶和阿阿 与你同在 你就可以做了 的意思 你可以去建圣殿 但当夜 耶和阿阿阿的话 临到拿丹说 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 耶和阿阿阿如此说 你岂可建立建造殿雨 你给我记住了 你不可以为我建造殿雨 然后 arbeiten去解释原因 为什么呢 曆大 씨가 22í2 大卫对予所罗门说 我儿儿我心里本想 本为エ和阿阿我神的名建造殿雨 只是耶和阿阿阿的话临到我说 你流了多人的血 打了多次大仗 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雨 因为你在我眼前 许多人的血流在地上 因为他曾经打仗 多次的打仗 所以他不可以 他曾经杀人很多次 所以他不能为神建造这个殿雨 就需要所罗门 其实所罗门这个名字 士罗牟在西伯拉文 就是平安 平安的意思 就是所罗门是在平安中 出生平安中长大 也许神的感动 感动大卫为他定的名字 就是讲到 预言到将来这个基督 基督就是平安王 而且基督就是建造这个圣殿 永远的圣殿 因为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 只是一段时间 后来就被毁灭了 但耶稣所建造的殿更大 在圣经里面说 这殿后来的荣耀 比现前的荣耀更大 这是后来耶稣所建造的殿 这个殿第一是他的身体 第二是所有基督都是圣殿 都是荣耀的 这个荣耀比现前的殿的荣耀更大 这个就是所罗门有这个预表基督的意思 虽然所罗门后来犯罪 但还是他这个预表基督 而且他建造这个圣殿 我们看到大卫 他会自己有这个意念 神的这个乐规在满子里 他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对 所以他想为这个圣殿做一些事情 很想建造这个圣殿 他真的有这个心 这个是他愿意坐在神身上 虽然神没有允许他做这个圣殿 但神是喜悦他的 神非常的喜悦他 而且这个应许是非常伟大的应许 怎么样呢 神对他说 你受数满足的时候 与你列祖同税的时候 我必须你的后裔 皆是你的位 我也要鉴定他的国 这个国 这个国 其实不但是所罗门的国 后来这个国也被灭亡了 后来就是天国 这个大卫的后裔 主要是讲到耶稣 耶稣有永远的国度 所以当大卫有这个心的时候 神就应许他 将来 这个永远的国是从大卫出来的 这个永远的天国是从大卫出来的 必定鉴定他的国 你的家和你的国 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 这个家 首先是他圣的所罗门 但所罗门 其实不是 很多地方犯的罪的 后来这个应许 他的家 后来出了谁呢 就是出了这个救主耶稣基督 这个家 这个是天家 其实我们信耶稣都是在天家 我们是神的儿女 耶稣是我的长孙 我们是一家人 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家庭 虽然在地上我们有家庭 但地上的家庭远远不如 不如 不如 神永远的家 这个天家非常美好 有一天我们去到这个天家 在里面有很多很多人 爱主的人 在那里 非常的荣耀 这个天家 而且这个国 这个国 因为后来这个 犹大国都被灭亡了 所以应验不是在犹大国 而是在天国 在耶稣所建立的天国 神必定在神的面前永远建立 你的国位也必鉴定直到永远 大卫都死了 大卫都死了 所罗门都死了 列王也死了 但这个国位在耶稣身上就永远鉴定 所以因为大卫这样爱神 神就允许他的后裔将来胜出这个基督 将来有永远的国 永远的家 因为大卫这个爱主的心 坐在神的身上 是不是很美善 你想不想好像这个女人 耶稣称赞她 称赞她 说 普天之下 无论在哪里传福 都要说书这个女人所做的 然后大卫 她怎样爱神 她的后裔就要成为基督 有永远的国度 永远的家 永远的荣耀 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事情 耶稣基督是从大卫出来的 大卫虽然有犯罪 但因为大卫这个爱神的心 他看重神 他要做美事在神的身上 他要做美好的事情在神的身上 神就喜悦他 所以我希望我们看到 做美事在神的身上 比较做美事在人身上更重要 但做美事在神身上 然后我们能够做美事在人的身上 做美事在人的身上 也是做美事在神的身上 因为耶稣说 你坐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 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所以我们坐在人的身上 也是坐在神的身上 但直接坐在神的身上 是最美好的 是神最喜悦的 神最欣赏的 所以我鼓励我们都效法 这个女人 也效法大卫 愿意做最美好的事 在神的身上 然后后来大卫 虽然不能建造这个殿语 但她的心真的很爱主 非常非常的爱神 她不能建造这个圣殿 但她为这个圣殿预备 为这个圣殿预备极美好的材料 在历代剧上22章14节 她对所罗门说 我在困难之中 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 金子十万她连得 银子一百万她连得 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 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 你还可以征天 大卫虽然不能建造这个殿语 她在困难中 有人说她是王 当然她有很多钱 但以色列是一个小的国家 怎么有这么多钱 她必定用很多方法 怎样可以有更多的钱 更多的金银 去用很多的努力 然后她将这个努力 不是放在她自己的享受 她将这个努力都放在圣殿上面 预备了极多的金银铜铁和各样的材料 我们就看到耶稣 大卫真的做美好的事 在神的身上 他真的很喜欢神 很喜悦神 很感激神 很乐意奉献 将最好的献给主 很愿意将他的生命献给主 很愿意做他最美好的 这个金银 十万他连得 有多少钱呢 这个是 其实是多少了 是 三百三十万公斤 在上面你看到 三百三十万公斤黄金 然后有三千三百万公斤的银 在港币 这个数目很大 这个是 十六万七 对不起 是一万六千七百零七亿港元 这个银 是一千八百九十九亿港元 是非常大的数目 大卫有这个爱神的心 我希望我们有说神啊 我愿意做美事在你身上 因为我知道 我看到在圣经里面 很多人服侍神 很多人做很多美事 但这两个人是得到 特别的神的认可 这个女人 耶稣说 在无论在哪里传福音 都要传扬 传说他所做的 然后大卫所做的 后来他的后裔 就胜出这个救主 耶稣基督 是非常的奇妙的 大卫真的付出很大的代价 很大的代价 建造这个圣殿 我们就说神啊 我们的献上的有多少呢 我们献上给神的是多少呢 有些人是用自己的灵用钱 奉献 我希望我们是这样最好的给主 不会浪费的 有些人说是 哇 很多钱啊 数目很大 但我告诉你 我们用的钱买东西吃 买东西玩 买屋子 买车子 这些都要过去 所有都要过去 但我们用的钱在神的身上 就永远长成 永远存留在天上 是这么美好 我们所做的 为神做的 永远存在天上 非常的美好 而且神也特别的 启示给大卫 知道 不是启示给所罗门 因为所罗门 虽然与神的关系 起初是好的 他求智慧 不是求金银 不是求其他的东西 当时神很喜悦 后来他犯罪 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 跟从他们拜假神 神就不喜悦 神没有将这个圣殿的认识 启示给所罗门 因为圣经里面说 大卫是神所喜悦的王 但圣经没有说 所罗门是神喜悦的王 所罗门不是神喜悦的王 大卫是 这个经文 历代记上 二十八章十一节 大卫将殿的 有狼旁物 库 库 楼房 内殿 和西恩 所的认识 只是他儿子 所罗门 大卫 是大卫将他的认识 告诉他的儿子 所罗门 是大卫告诉他 要将被灵感动 所得的认识 是圣灵感动他了 所得的认识 就是耶和华 神殿的院子 周围的房屋 殿的 付库 和圣户 付库的一切 认识 都只是他 又只是他 自私和立位人的班次 与耶和华 殿里各样的工作 并耶和华 殿里一切的 器皿的样式 十九节 大卫说 这一切的工作的样式 都是耶和华 用手画出来 使我明白的 这个是非常的奇妙 是圣灵感动 也是耶和华 用手画出来 让他明白 这个圣殿的样式 所以 这个圣殿的样式 是神指示的 有特别的意思的 有这个圣手 有这个聚圣手 来到神的面前 是有特别的意思的 神就将这个 很奇妙的 天上的奇妙计划 这个圣殿的样式 指示大卫 我希望我们 也是走在神的路上 神就会将他 极奇妙的计划 启示在我们的心中 带领我们 怎样走在神的路 当我们真的 以神为乐 以神的事为念 做美事在神的身上 神就会喜悦我们 神也祝福我们 然后神就指示我们 可以走的路 我们就看到这两个 美好的人物 因为他们 对神的喜悦 也做在神的身上 非常美好的事 大卫也以神为乐 他很喜悦神 大卫在诗篇一百二十二篇一节 人对我说 我们往耶和阿的殿去 我就欢喜 他去往 他还有很多东西 他可以要 但人对他 说我们往耶和阿殿 他就欢喜 这个就是 大卫好像小孩子一样 他看到神的美善 当他 听到 去耶和阿殿 他就喜悦 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 神啊 你真美好 你的殿真美好 我要来到你的圣殿 去占占你的荣耀 这是大卫在诗篇二十七篇所说的 我要来到神的圣殿 要占占神的荣耀 我们就喜悦神的圣殿 就喜欢神 我希望我们都喜欢神 在我们的聚会 我们每一次 都是充满喜乐的 都赞美主 赞美主的时候 我们就很多人都有喜乐 哈利路亚 我们很喜悦神 我希望我们 也是这样喜悦神 他有这个孩子的心态 而且当他将这个月柜 台军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台耶和阿月柜的人 走了六步 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 大卫穿着西埋布的乙福德 乙福德在耶和阿面前 极力的跳舞 极力的跳舞 用尽所有力量去跳舞 因为大卫真的很喜爱神 他也很自由 他不介意所有的人 怎样看他 这些人怎样看他不重要 因为人不重要 是神最重要 所以大卫不介意人 说你作为一个王 怎么可以这样跳舞啊 但大卫不介意 我希望我们也不介意 我每次赞美主的时候 我都是说 神来你真美好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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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悦你 我都是很释放的 耶稣我爱你 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 从心底处去欣赏神 神你真美好 神真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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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我真好 希望我们都呼应神 都做神祈约的事情 好了 我们怎样个人性的热爱神呢 做美事在神的身上 是个人性的 不是就是外面的 是面对面的 非常热情的爱主 也做美事在神的身上 首先我们以神为乐 我们所有的福气都是从神来 所以我们喜悦神 神啊我的生命从你而来 我的所有恩典从你而来 我有的救恩从你而来 神给我的恩赐力量从你而来 我有机会服侍神是从你而来 我能够祝福人是从你而来 所以我们就说 我所有都是从你而来 我就喜悦你 我就欣赏你 然后我们就紧靠神讨神的喜悦 神啊我真的很喜悦你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真的要紧靠你 我要亲近你讨你的喜悦 令你开心 令你心灵喜悦 我要亲近你 我要亲近你 让你的心喜悦 然后关心神的心意和感受 神的心意是什么 神想祝福所有的人 神想建立祂的天国 我就明白神的心意 我要成就神的心意 我想说一说这个分别 有些人只是做 释奉 但如果我们是说 这是神的心意 神的作为 神的工作 神的计划 我就喜悦 我就关心 我就要成就神的心意 跟我们要释奉是两回事 我解释一下 这是有些人都很乐意 传福音啊 建立人的灵命啊 建立教会啊 但这个是 可以是一个事工 一个工作 但如果我们说 我要坐在神的身上 神想什么 神想祝福很多 我就祝福很多人 因为神想 所以我们做的时候 是为了令神喜悦 我们看到人就说 我很想祝福他 因为神喜悦 我祝福他的心态 这个心态就是 讨神的喜悦 做神喜悦的事情 神想我做的 我就做 神想我放下的 我就放下 神想我牺牲的 我就牺牲 神想我怎样回应神 我就怎样回应神 也关心神的感受 不要令神的圣灵担忧 我们犯罪的时候 就令神的灵担忧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这些是令神不好受 我们就做事情令神好受 感受他的感受 他想做了 我就做 而且有人说什么话 抵挡神的 说什么话 攻击神的 我就马上为神说话 就好像 如果 有一个人被人辱骂 我们就保护这个人 因为我看中这个人 但如果我们 想到神的感受 有人攻击他的手 说不好的话 我们就为神说话 我说神是做很多美事的 不要误会神 神是做很多美事的 不要以为神不做美事 不要以为神是美好 不要以为神是不公平 他是做很多美事的神 所以我们就关心神的感受 为神说话 然后做美事在神身上 我任何事情 神喜悦的我就做 有什么地方需要钱的 我就奉献 我就愿意帮助 我就愿意关心神的天国 我想说 这个跟 但是说我要奉献是不同的 是一边说 神啊 我要坐在你的身上 我要讨你的喜悦 我要成全你的心意 我要令你喜悦 去想到神 神就更喜悦 因为这个是个人性的事情 就好像我的太太有些时候 送一些很特别的礼物给我 很特别的 她想到我喜欢的 她就为我做 我也想什么事情令我的太太开心 我就尽力去做 这是讨人的喜悦 但最重要我们是讨神的喜悦 讨神的喜悦比讨人的喜悦更重要 我就做美事在神身上 神喜悦什么我就做什么 神想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并且我要常常荣耀神 让人知道 让人知道我真的很喜悦神 他们不能攻击我的神 我的神是我喜悦的 我要保护神的名 我要保护神的荣耀 不让人攻击神 不要人辱骂神 然后献上最好的神啊 我献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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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献上最好的 我的生命 我的一切 我的金钱 我的才干 我的能力 希望我们听到神的话 今天晚上的 听到 这个女人怎样讨神的喜悦 她怎样将她最好的恩告 告在耶稣身上 大卫怎样愿意为神建造圣殿 虽然神不允许她建造 她还献上最好的 她没有说 神啊你不要 我就发怒了 她没有发怒 她明白 她因为杀人 她打仗 所以她不能建造这个圣殿 她明白这一点 但她愿意献上她的 有的钱 而且人对她说 我们要往神的殿 她就欢喜了 然后她就愿意 在神的乐规面前跳舞 这是神喜悦神的地方 神 对不起 这是大卫怎样喜悦神 做美事在神的身上 总是 想到神喜悦的 他就去做 我希望我们也是这样 做什么好事 我都是想到神 我们听见神的时候 也去想到神 所以你们带领敬拜的时候 用你的心灵发出 说的话 也去从心灵发出 神啊我感谢赞免你 我喜悦你 我欣赏你 我真的从心底处去敬拜你 去爱你 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说这些 从心底处的真心话 去敬拜神 在唱诗歌的时候 也去从心灵的深处 去敬拜神 我们一起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感动我们 真的将最好的献上给主 讨神的喜悦 真的做神喜悦的事情 感谢天父 赞免天父 亲爱天父 我们感谢赞免你 你真是美好 神啊你真是美好 所有的恩典都来自你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们所有的好处都在你的里面 都是你所赐的 你做的总是美事 非常美好 我们感谢赞免你 我们欣赏你 我们就爱你 我们愿意做美好的事情 在你身上 我们愿意献上自己 我们愿意亲近你 所做的一切都是喜悦你 都是讨神的喜悦 都是喜欢神 做神喜悦的事情 神啊我们感谢赞免你 我们将荣耀归于你 我们将荣耀归于你 我们愿意在人面前荣耀你 我们愿意让人知道你的美善 我愿意所做 一切都是做在你身上 我愿意做的事情 首先做在你身上 然后才做在人的身上 感谢赞免天父 赞免天父 我们爱你啊 我们爱你啊 我们喜悦你啊 我们喜欢你 我们欣赏你 我们享受你 感谢天父 赞免天父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赞免天父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声明 阿们 希望我们都能够学习这样 喜悦神 爱神 荣耀神 做神 做神喜悦的事情 做在神的身上 所有西方都是想到 我做在神的身上 然后才做在人的身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天父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